贴出公告 锅烧面1月1号调整为65元 大肠面线大碗60块 但还看得出涨价前的数字55 因为新贴纸才刚贴上去一天 还有这家面店 整排标价颜色深浅不一 几乎全都涨价了 在内湖明泉东路旁边的这条小吃街 平常是很多上班族的觅食基地 这边大概有20家的小吃店 不过最近从牛肉面 卤肉饭 大肠面线到锅烧面统统都涨价 关键在这 以抽豆腐摊为例 因源头豆腐工厂受一粒一修影响 把人事成本转嫁到豆腐上 所以原本一箱豆腐净价600 元旦其每箱贵50块 恰巧呼应行政院长林全说的 一粒一修上路 涨价是必然 连阿扁儿子陈志忠都嘲讽 最近路边摊麻糬 红豆汤变贵 难道路边摊也有一粒一修问题 其实65%左右的劳工 其实都已经有周休二日 这部分是不会受到影响的 真正受到影响的是那35%的 也就我讲的弱势劳工跟弱势企业 他们会受到影响 但它不至于会造成全面的物价上涨 但就是那么巧 一月份涨价升四起 公平会启动防止人为操纵小组 但只要业者说一句 涨价是成本考量 那就无法可发 造成2017年一开始 就什么都涨的怪象 记者张凯亮 稍微美台的报道 12月28日起 中天综合台 黄金九点 让爱飞扬